好,演练3把不等式列出来 小明带300元去9乘9商店买文具 共花了X元 那剩下的钱呢,不超过50块 好,所以300块去买文具买了多少 买了X,所以我剩下这些 那剩下的这些钱呢,不超过50块 那就小等嘛,对不对 小于等于50 还有,你不要傻傻的,因为上次我看到有个小孩子 先把这里圈起来,然后就写81 9乘9是一间店 另一摸赶快,99乘起来 81 第二个,小分有200元 足够买每个15元的面包 X个,还有每瓶20元的饮料 X加3瓶 什么叫做足够 我够付嘛 那够付的钱就是 我今天的15X 再加20倍的 X加3 好,这是我花的钱 那我花的钱 对我200元去付是够的 所以其实它是小于 或等于 200块的 好,这个 只是简单的劣势 再来,第三题 小于有X个糖果 那小于的糖果呢 是小于的三倍 反正直接写起来啦 三倍那不就是3X吗 对不对 如果小于给小于五个后 一定要这么绕口令吗 小于给小于五个后 也就是3X扣掉了五个 那我那个于呢 加上五个 当我给他这样子之后呢 小于所剩的糖果数 小于 小于所剩的糖果数 比小于的两倍还少 所以小于 哇 起死 小于 所剩的糖果数在这边 比小于的两倍 还要少 所以他的量 一定会比 我的右边两倍还要少 答案是写小于 OK 下次可以 名字不一样一下吗 第四个 潮鞋 好 潮鞋不是一个人吧 潮鞋是一双鞋子吧 潮鞋一双的成本是6000块 如果定价X元 那打八折 卖出不会亏本 好 这个 应该很多孩子看到就会很卡 虽然你们都很爱买东西 可是我永远都不会算 划不划算 来 定价X元 那你知道我 把那个东西打八折 卖出不会亏本 你知道吗 X元乘上八折 就叫做0.8X 好 我卖出去这些钱呢 不亏本 也就是我的 这样子的价钱 是不是绝对会6000元 或6000元以上 对不对 我一定会大于或等于成本嘛 所以0.8X会大于等于6000 OK 历史就是这样